早在 1859 年,凡士林的原名 Petroleum之類,其中 Petroleum 是石油。 而 Jaly 是像果般的物,原本石油的副品之一。 之后,有一位名叫 Robert C.H.S.A. Broach 的客家,些白色的物分出,知命名 Wasser in 凡士林。 22 的美画家 Ara Bearty 布克林道州 Pennsylvania 追逐石油。 Robarty 在油查道,油上是有一厚厚的油脂,稚气做布,工人必花很多清理。 但同他,由工人督用脂膜在机上,似乎有助于改善机,也可以住口盒。 于是,Ara Bearty 拿了一回去画,知道是一高分子碳化合物,在石油有很多。 过,Robarty 找到了提他的方法。 最后得到了一色透明的物 Petroleum Jaly,臭味,不溶于水,所有长的化物都不和他其画反。 Petroleum Jaly 是石油,而Jaly 是四果般的物,Ara Bearty,它命名 Vaseline。 Petroleum Jaly 是石油。 凡士林非常便宜,在世上出了太多的名牌,或是昂的宝品,凡士林似乎已过。 世上,凡士林的画多性使得他任何形的皮都有刺激作用,因此凡士林鱼非常普遍品。 至今有很多人念那的,添加的凡士林。 那接下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生活中凡士林到底可以拿坐实吧。 一,有穿耳洞的人都知道。 如果有常常戴上耳的,下次戴耳,就得耳洞穿不太过去。 其你只要在耳的前端上一凡士林,就可以低戴耳的疼痛感,也更好戴上去。 二,洗香水自己身上是有香香的味道。 可是往往早上的香水下午就时味道了。如果想要你的香水味逗留得更长。 就一凡士林在你要香水的地方,就可以香味持更长的哦。 三,尾瘦前灶。只要在尾上擦一凡士林就可以得揉。 方法也可以利用在尾的后,尾醉一些起不服了。 利用凡士林就可以解困哦。 四,在唇部去脚霜。不妨拿起手的凡士林加上一糖。 按摩唇部亦有去脚的效果。 如果想要伸去脚是用凡士林加上海,就是最又方便的伸去脚霜了。 五,指甲油的后最手抖到旁的肉了。每次都要用去光水修过,不麻又皮。 其擦指甲油前只要在指擦上凡士林就可以割指甲油。完之后再把凡士林擦掉就好了。 六,感冒或是过敏的后一直流鼻涕,因不醒鼻子的,鼻子粥通常都得。 后可以抹一凡士林,能住鼻粥的水分,防止因生部摩擦鼻子引起皮前列。 七,用凡士林抹睫毛,可以睫毛看上去更长,密。而且更有人用凡士林抹睫毛可以助增长睫毛。 八,手有打亮的品又想造力的容。只要一些凡士林在你想打亮的地方就很有光了。 九,自己染也很染沾到旁的皮吧。 后可以用凡士林在机上做饱,染就不透到你的皮了。 十,最后是大家都知道的用法,像是手肘,吸,底下容易前造的地方。 都可以用凡士林保哦。 如果厚前列粗糙,只要每天晚上在厚上厚厚的凡士林,然后用紫包起,第二天行你就能好很多。 我可以用凡士林老师,所以我们可以用凡士林的这个败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